一般我們在介紹OneNote通常會先從測驗體開始 那老師您進到我們群組的任務測驗體打開 裡面有這些有沒有 有這些 那麼在OneNote裡面 因為其實我們老師先從學生的角度嘛 對不對 學生角度看看說如果你要跟他做測驗他要怎麼選擇 那在OneNote裡面呢 測驗體有很多種類型 首先第一種叫煉體體 什麼叫練習體 可以練習無限恩詞 但是呢他有個條件 就是要達到老師指定的目標 比如說我設定這次的測驗 你要這次的練習 你要達到80%以上都對才算過關 如果他沒有答對那就繼續練 繼續練 一練讓他過關為止 所以老師您可以看一下 你把這個打開 這個打開 因為這一題我已經過關了 所以我用測試帳號來給您看一下 我的那個在這邊 我從這邊加入一下 您看喔 我現在用訪客加入這個 一樣進到任務裡面 測驗 測驗 練習體 您進來應該會看到這樣 有沒有第一個 有沒有發現這有一個單元說明 我說這個要全部答對才算過關喔 那我們先看有三種 家裡面常見的生物 看看他叫什麼名字 好我了解的開始測驗 有沒有 第一題 不能偷偷講答案啊 講那麼大聲 第二題第三題 對不對 這都單選題 那答完之後呢 老師在上面按提交 好那您看喔 不管你答對或答錯 來您看 我從這邊 按提交 好有沒有發現 未答標準 所以就必須要再做一次 這樣有沒有了解 嘿這個是我們剛剛看到第一題 第二題 二十四節氣 欸我就要問一下各位喔 你看一樣我有一個過關的喔 了解之後 開始測驗 二十四節氣到底 這種一題到底是火力還是農力 這個題目 常常隨著年紀的增長 而答錯 哈哈 因為我發現 我們家國小二年級 暑假座位就在叫這個 哈哈 所以好了 你就按提交 好不好 這是第一種 我先把幾個提醒先講完 那老師呢 我們待會兒就花點時間做看看 那麼再來 剛剛這種叫練習體 所以你可以練習無限多次 那麼第二種呢 第二種這個 這個叫做投票題 投票題就一翻兩瞪眼的 好一翻兩瞪眼 比如說欸 考考各位 哪個不是喔 舌頭上味蕾所能夠感覺的喔 因為我們味蕾有什麼 乳鍋 撞的乳頭 菌撞乳頭 那都不一樣嘛 能夠感測的都不一樣 酸 酸 甜 鮮 鹹 辣 哪一個不是 華麗 這個 常常有人有不同答案 那這種呢 就是一翻兩瞪眼 填了之後就按提交就好 好 這種叫做 比較常見的 投票題 這樣OK嗎 那還有一題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投票題的 這個 這個 部分呢 順便可以考考各位的 在這裡 因為我們下午要錄影嘛 我們平常在看YouTube這個影片的時候啊 大家應該都有注意過下面這裡 對不對 請問這個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知道數字越高代表品質越好嗎 但是它代表的到底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老師定有引擎 隨便你 這也是單選題 喔 這樣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兩種 對不對 好 這幾題都一樣的 那 除了這幾個 我們順便把這個順便講一下 因為 上面那兩個還是比較傳統啊 因為還有另外一個叫塗鴉題 用圖的 用畫的 用畫的 沒有錯 有沒有發現一進來就有工具在這裡了 對不對 欸 大家常聽過 幽門感軍嘛 那 胃有兩個 對不對 一個入口一個出口 幽門到底在哪裡 你就用畫的 這支筆 比如說你覺得在這裡你就把它畫起來 還是在下面就把它畫起來 好的一樣 在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提交 喔 那你可以從這邊 如果萬一你覺得錯的人就把它清掉 從哪裡 這樣OK嗎 沒有人規定不能用這種的嘛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那待會呢 我們就把這題題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請大家先試著當學生一下 好不好 好嗎 現在老師已經 測驗的差不多了 我有把那個 就是 測驗的統計結果公開 好 所以呢 老師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您應該會有一個叫做進度 好 我用訪客的先給您看一下 用您的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進度 你按一下 來 因為我剛才公開 所以你可能就要重整一下 重新整理 我們再進到這裡面來 測驗這個進度 我把它打開 有沒有看到全部的 這樣你就看到全部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我用我的那個帳號進來看 點這邊 你看好多人 有沒有 這個 表示已經過關 這個 表示ing 進行中 就是他沒有達到我們的指定 那個目標嘛 指定目標 那這個很明顯 叫做答錯 哈哈 沒有關係 如果你只是看這樣沒有用 對不對 我們重點是看上面來 這個地方是可以點的 以這一題來講的話 您看一下喔 有沒有 35個人 對不對 那 這位同學 教了八次 還沒過關 所以還要繼續努力 但是 老師不要覺得難過 那個沒有關係 我們看別的 有人也有教四次的 有沒有 但是有些時候 剛剛有老師的問題是 他用那個 微軟的那個Edge 他送不出去 所以我們一般建議 用OneNote最好是用Google Chrome 比較不會有問題 所以搞不好他是這個問題 你看 有沒有教幾次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裡也有教六次的啊 我們看這位訪客好了 你看 教六次 重點不在於說他六次之後過關 而是他為什麼會答錯 這比較重要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點進去 來我們看他 有沒有看到他前面都答錯兩題 這完全答錯 我們先看這一次的 原來第一題答錯了 因為正確答案是在這裡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 他為什麼答錯 而且他答錯哪一個 這個對老師來講才比較有幫助嘛 對同學自己 比如說現在有很多所謂的課後補救教學啊 我們也可以把題目做在這邊啊 這樣不是同學更清楚自己是錯在哪裡 那我們剛剛這種方法是看同學單一個人的對不對 那整班的咧 我們就來這邊 有沒有 一題目顯示 我想要知道整班同學的那個程度嘛 你就按第一題目 哦 第一題只有百分之七十四答對 但是呢 有答錯的他可能是選馬路或者是選天兒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整班的進度 那你就更清楚說 為什麼他會答這個 怎麼那麼多人選那個錯的 是為什麼原因 就可以再去加強 所以這個是練集體一個蠻重要的一個優點 當然如果同學有做筆記 我們在這邊也會看到筆記 只是因為大家剛剛都沒有做嘛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這個真的很不錯的 或者是像這樣子的情形 我們就可以給他獎勵一下 還要再加加油 哈哈哈 上課也可以幾點不是嗎 那這個 像這樣這是第一題有沒有 那麼第二題這個 二十四節氣到底是哪一個 國力還是農力 當然是國力啊 因為一個有兩個節氣啊 對啊農力不是哦 農力是那個 農力是 你看我們那個哪一個節 我們 清明節 清明節啦 清明節很明顯嘛 清明節就每年都固定那個時間 當然會有前後一兩天啊 前後一兩天會有差 所以這個可以看 其實說真的啊 大部分那個題目 我問的問題答案都在題目中啊 哈哈哈 好第三個 這個就是投票題喔 欸投票題的統計情形就不一樣有沒有 因為這是一翻兩天年的 到底哪一個不是舌頭能夠感覺到的 哪一個 只有四分之一的老師可以回家耶 那 那 因為辣味是痛絕啊 所以你那次麻辣火鍋的時候 你的時候都說好痛好痛 你說好吃好吃 哈哈 辣味是痛絕 鮮味呢 很多人拿鮮味嘛 那鮮味是什麼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我們看一下這邊 你在回答這一題的時候 我不是有跳一個那個單元說明嗎 正結耶 我有寫正結耶 所以各位老師應該知道 哈哈哈哈 欸對啊 這日本人題不會吧 鮮味 鮮味其實是有點像那個 鮮啦 臭粗啦 有點像臭粗 只是很淡的臭粗鼻啊 所以如果老師有 像煮菜有用過什麼 鮮味大絲啊 那種 有沒有 我們講味精也是類似的 就是他有一個那個 笑話臭粗鼻 但是很淡 嘿 就是那種感覺啦 好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呢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他答出來的是什麼樣的情形 那下一題也是一樣喔 你看 你還可以點進去 因為我不好意思再往下看 看就知道是誰會答 哈哈哈哈 好那你再往下看下一題 Youtube影片 到底是哪一個 有3.3%的人不太信任我 沒有啦 其實正確答案 真的少數人有時候是正確的 你不要用 哈哈哈 因為只有這9%的人 是答對的 這個不是影片寬度 真的不是影片寬度 真的不是影片寬度 大部分大家 最常碰到就是這一題啊 因為呢 其實你看我們一般Youtube上面的 這個 我們在這個Youtube 我們的Youtube影片啊 其實你到真正到Youtube上面來看的時候 然後 我們找一個 比較大的 好這個 您看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麼多 這是最常見的 那我們把這個畫面呢打開 這個 240一般就是320x240 大約是VCD的品質 VCD是352x240 那這裡呢 360是我們一般最常見到 把影片放在什麼 文章裡面的 大小就是640x360 那麼480呢 就是我們一般DVD的品質 720x480 這樣你們會比較了解的 所以你看 超過720上是後面都一個HD 這是因為它是1280x720 然後呢 1080就是一般大家最常見的 1920x1080 有沒有這樣比較清楚那是高度了 有沒有比這個更高的 有 2K 4K 8K 最高線到8K 所以會再更高 只是後面就是都單純就16比9 所以你知道高就可以推出那個寬度是多少 那為什麼要特別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 因為我們下午要不要做影片 要做影片的時候 原則上我們大部分會做的是哪一種 就是這兩種 1920x1080或者是1280x720 因為這樣子一般大部分在教學上做應該就夠了 你都用比較小的可能它就變成說品質會稍微比較差一點 品質會比較差 這樣有沒有了解 有的齁 所以這樣有長姿勢的 OK 那麼我們再看一下剛剛那個 抗生素這個應該就不用特別講太多吧 這大家都比較厲害啊 細菌啊 對啊 因為抗生素只是對細菌有用嘛 對病毒沒有用 所以 除了少數幾個像客流感那種有沒有 對啦 我們感冒是病毒還是細菌 病毒啊 對啊 這感冒沒有用可以嗎 要靠自體免疫啦 要靠自體免疫為主 除非你是像我剛剛講的客流感那種比較特殊的齁 那我們看下一題 塗鴉題 塗鴉題 你看看 不小心這位同學答錯了 呵呵 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 那我這樣看 因為我們那個圖我們自己知道嘛 所以它大概畫在哪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知道 如果說你看喔 這邊點進來 它是畫在這裡 對不對 你還可以播放一下它當初怎麼畫的 完全沒有任何遲疑 那你就知道這個 呵呵呵 有的會有遲疑用慢慢的畫有沒有 呵呵 所以你可以看看說 欸 這種塗鴉是不是也不錯 因為有些東西其實不見得一定是什麼 就是用標準答案的 因為標準答案它有時候會猜嘛 或者是你有順序體的 比如說 這是1 這是2 你要它直接達那個順序 這樣也可以啊 因為這樣子它有看圖 是不是操作就更容易 達到我們希望它學會的那個目標嘛 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這邊算比較特殊的 你也可以用塗鴉的方式 來解決 同學這種學習的狀況 這樣有沒有問題 我們應該會是 走在一起 谢谢观看